國家隊在奧運拿到驕人的成績 其中在藝術體操團體項目 以近乎完美的發揮 勇奪這個項目的首面金牌 功臣除了有參賽運動員和教練宣誕 還有這一位來自俄羅斯 失禮和美貌兼備的外教 阿納斯塔西亞布里茲紐克 還被網民讚好似精靈 這位俄羅斯美女教練 94年在烏克蘭出生 09年入選俄羅斯藝術體操國家隊 亦是12年和16年兩屆奧運 藝術體操團體全能金牌的得主 在東京奧運就隨隊拿到銀牌 重點是他是藝術體操領域中 第一個作為運動員和教練 都贏過奧運的傳奇人物 其後俄羅斯被禁止參加國際大型賽事 他就在2022年去到中國執教 去到中國之後他都全無冠軍架子 更加只是聘用翻譯兩個星期就開始學中文 並且盡量用中文與隊員交流 訓練時亦盡可能親身示範 難怪他可以獲得團隊和大眾的歡心 MING PAO CANADA // MING PAO TORONTO